在今晚结束的中超第18轮的一场焦点战中,领头羊北京国安队以5比2完胜生斑马大运一方,在终结对手两连胜的同时,也让自己在本赛季的联赛中,保持了17轮不败的二人战绩。 此一过后,北京国安在积分榜上,已经暂时甩开了身后的鲁能4分,而少赛两场的未免冠军恒大则已经被他们拉开了9分的差距,可以说,时隔9年后,中超与林军第一次距离联赛冠军如此的接近,早在本赛季中超开始前,北京国安就被许多媒体和专家看作是能给恒大造成巨大威胁的警笛。 毕竟国安在保留了上赛季的主力阵容之外,又引进了多位强力新援,尤其是外援方面。 国安本赛季的4万元配置,堪称是球队史上最强。 即使是与拥有胡尔克、塔利斯亚、保利尼奥等巨星的上杠和恒大对抗也丝毫不落下风,果不其然,正是这四位外援在新赛季美国安取胜,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。 奥古斯托和比埃拉堪称是中超目前发挥最好的中场之一。 而索里亚洛和巴坎布虽然不能每场都连美首发,但在登场后,他们都能用进球证明自己的价值。 即使到本轮国安四大外援,已经贡献了35球,这的确相当惊人。 而国安本赛季最大的蛻变,莫过于在对战中下游球队方面,战绩稳赢得可怕。 相比于恒大上港都曾在亚太,一方等若绿身上翻船,国安却基本没有在对这些球队身上失守。 而越菜稳定的,球队往往能成为最终冠军的最有力竞争者。 在击败大连一方队之后,国安接下来的对手都是实力不算很强的人和泰达和重庆思维。 按照他们如今越菜,稳定的爆棚状态,三连手并非不可能,而这很有可能为他们渡冠打好最坚实的基础。 不过国安也并非没有弱点,例如他们略险产弱的后防线,就让球迷颇为担心。 可以说本赛季的国安让人看到崛起的希望,但也并非完美。 他们接下来与鲁能、上港以及恒大的争冠战,依然将会十分惨烈。